我们看第四个考点 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收购 收购的话呢 这就是两个型号 适当的注线 所以大家需要清楚什么叫收购呢 例如说像恒大淘宝足球 在新材版系统挂牌公开转扰 然后某一个投资者呢 如果想收购恒大淘宝足球 那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 成为这个恒大淘宝足球的控股股东 这是第一个方式 他成为控股股东 也可以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成为呢 恒大淘宝足球的 这个实际控制人 什么叫实际控制人呢 表面并不是股东 但是他是股东的股东 成为实际控制人 或者同时采取上述方式 来取得对公众公司的 这个控制权 这是呢 对这个非上市公众公司 他的收购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点 在什么情况下 不能收购公众公司 对这点呢 当考多选题的时候 适当的清楚 先按第一条 收购人富有 说缴大债务 到期未清查 并处于持续状态 你自己本身 负债累累 到期不关钱 你还收购 你钱从哪来啊 再按第二种情况 收购人最近两年 有重大违法行为 或者涉嫌犯罪 有重大违法行为 你自己都快进去了 然后你还收购 收购之后 后边谁管啊 第三种情况 收购人最近两年 有严重的证券市场 失信行为 你自己说了不算 这种情况下 你还收购 收购的话 谁相信你 然后第四条 收购人 为自然人的 存在公司法 第146条规定的情形 146条讲的是 什么情况下 不能担任 董建高 咱们讲了一个 三年五年的规定 把公司搞破产了 需要反省三年 把自己搞监狱去了 需要反省五年 三年五年的规定 需要搞清 这是什么情况下 不能成为收购人 讲到这的话 你会发现 类似的问题 咱们前面讲 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时候 什么情况 不能成收购人 跟这个规定 基本差不多 区别在什么地方 这块讲的 都是最近两年 但是对上市公司的收购 都是最近三年 这个时间的范围不一样 这点需要清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持股权益 披露的问题 那么讲披露的话 首先我们看一下 前面讲上市公司收购的时候 他用的是这个百分之五 就要到百分之五的时候 这个需要锯盘 然后呢 每增加五个点的时候 都需要锯盘 同时需要盯住 他这个时间 如果是四月一号 到百分之五 需要呢 在三天内 向中国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 提出书面报告 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进行公告 用的是百分之五 加百分之五 报告的时间 是三天 但如果是对 这个非上市公众公司 它的收购 跟这个规定 基本差不多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它第一次举盘的时间 是百分之五吗 并不是 是到百分之十的时候 才需要锯盘 才需要报告 然后以后呢 是每增加五个点 都需要报告 而且呢 它提交报告的时间 这块并不是三天内报告 而是两天 两天报告 这点大家搞清楚 这是呢 第一个区别 然后相同的是什么 相同的话呢 这个都有一个 在报告后 是两个交易日内 两天内的话呢 是不能再买卖 该公司的股票 这个 两天内不能买卖 但上市公司的话 明确说的是 两个交易日内 不能买卖 但这块应该还是 这个交易日的问题 这是关于 这个权益披露 是百分之十 加上百分之五 这块稍微听一下 就可以 再看第三 是协议收购 协议收购的话呢 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前面讲 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时候 就讲过 协议收购 说假的话呢 这是上市公司 或者非上市公众公司 A的话 持有该公司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A的话呢 将把这四十的股份 通过协议方式 它全部转为B 它如果双方 这个四月一号 它签订了协议 然后七月一号呢 完成了股份过户 中间这个时间 从四月一号到七月一号 那么这个时间叫什么呢 叫过度期 在过度期内 遇则收购人 他不能提前占便宜 什么意思呢 这块跟上市公司的说法 是一样的 第一个 不能提前改选 董事会 如果确实有必要改选的 来自收购人的董事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是小于等于三分之一 第二点 这个备受购公司 不得为收购人 这些关联方提供担保 第三 备受购公司 不得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 第四点 备受购公司 除了继续从事 正常的经营活动 或者执行股东大会 应做出的决议之外 这个备受购公司 董事会 如果提出准备呢 处置公司资产 调整公司 主要业务 然后担保贷款等一案 他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 或者经营成果 遭上重大影响了 必须提交股东大会 来审议通过 就是在过渡期内 这个备受购公司 他可以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那么这几条 这是考虑 这个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适当的注意一下 三第四 是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的话呢 还是假这是 飞上着工程公司 说恒大淘宝足球 他如果投资者准备通过 要约方式 来进行收购的时候 他自愿选择通过要约方式 来收购 他可以是全美要约 主动发起全美要约 也可以呢 进行这个部分要约 如果是全美要约 又是什么呢 还是向该公司所有股东 发出一个 收购要约 如果有人想卖 你必须全部买入 就要全部 这叫全美要约 如果是部分要约呢 还是向该公司 所有股东 发出要约 但是是有计划 按比例来收购 就可以 你计划 要约收购的 是八百万股 但是呢 人家想卖的 做宇宙登记的 如果是一千六百万股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需要全部买入 按比例 按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来收购 就可以 这个问题跟前面讲 上市公子收购 说法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但第二点 如果收购人 自愿以要约方式 来收购股份的时候 预定收购的比例 是不能低于百分之五 大于等于百分之五 然后这块跟上市公子收购 完全一致的 你不能说 我呢 要约方式收购 就增持一百股 你别搞事情了 一百股的话 直接买就可以 是不能低于百分之五 第三 这个公众公司 应当在公司章程中 来约定 说公司被收购时 收购人是否需要向 全体股东 发出全面 要约收购 并明确 全面收购的出发条件 以及相应的指导安排 是在公司章程中 需要实现约定的 就是什么情况下 触发 全面要约 收购义务 然后呢 该怎么去处理 这是在公司章程中 需要约定 他不想清楚点讲 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时候 咱们讲过 说如果百分之三十 踩着刹车了 怎么去处理 如果一下超过百分之三十 怎么去处理 他有这个 中国政将会具体规定 所以这一块呢 只是呢 在章程中来约定 然后收购人 根据备收购公司 章程规定 如果需要向群体股东 发出这个全面 要约收购 根据章程的规定 说你必须进行 全面养育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同一种类股票的 要约价格 是不能低于 不能低于呢 要约收购报告书 披露日前六个月内 他取得该种股票 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那么这个价格 跟前面讲 对上市公司收购 那个要约收购价格 不能低于最近六个月 他支付过的最高价格 跟这个说法 完全是一致的 再第四条 要约收购 规定的收购期限 是不能少于30天 最长的话 不能超过60天 除非出现 竞争要约 跟上市公司的收购 一样的 然后第五条 在要约收购约定的 创造期限内 收购人不能撤销 收购要约 这个块是不能撤销 跟上市公司呢 也是一样的 然后第六条 收购人需要变更 收购要约的 他需要重新编制 并披露 要约收购报告书 报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同时通知备收购公司 这个变更后的价格 不能低于变更前的 要约收购价格 如果当时 你开的价格 每股10块 这个变更之后呢 大于等于10块 当然等于的话 就没有必要变更了 可能是不能低于 变更之前的 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规定 以前在上市公司收购中 这个在教材中 没有这句话 在第七点 要约收购期限接满前 15日内 收购人不能变更 收购要约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这是最后15天 它是不能够变更 除非出现竞争要约 这个最后15天 跟上市公司收购 也是完全一样的 总的老讲这句话呢 如果跟前面上市公司收购一样的 所以你上课听过一遍 这个PPT就可以删掉了 考前还用背吗 跟上市公司一样 你把上市公司的搞清楚 这块一样的 但哪块不一样呢 第八条 在要约收购期限接满前 两日内 预售股东 不能撤回 其对要约的接受 前面讲上市公司的时候 它用的是15天 和最后三天 但是呢 对这个非上市公司 15天 规定一样 但这块是两日内 它们的区别 大家需要搞清楚 一个两天 一个三天 这是讲到这的话 第一处 二者是不一样 再第九条 如果出现竞争要约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点的话 跟上市公司收购 完全是一致的 咱们再稍微讲一下 你看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块也基础般 说一下考前就不用去备了 还是假的话呢 这是非上市公众公司 A的话是第一个收购人 当时的开的价格 说每股价格10块 它的这个要约收购期限 是4月1号到5月20号 然后这个币的话呢 它发出这个竞争要约 发竞争要约的话 币开的价格 说每股的话呢 是12块钱 注意这个币的话 能搞突然袭击吗 在初始要约 接满前 这个最后15天 你必须提前15天 这个出现的可以 你不能说到5月18号了 然后你才突然冒出来 这个搞事情 这个不行 需要提前15天 因此这个币的话呢 说是5月4号 5月4号的话 发出竞争要约 这个期限的话呢 从5月4号到这个6月20号 这是可以 就要提前15天 出来冒个炮 这个可以 A的话如果服输可以 A的话如果不服输 不服输的话 它可以 这个变更 它的价格 你不说2块钱吗 它改成15块钱 这是可以 如果最后15天变更 行不行 它经过反复考虑 说这个5月10号 才决定 决定挑战 这行不行 最后15天 它可以变更 但是呢 你给这些小股东 考虑问题的时间 要至少的是15天 所以最后说 它可以变更 但是呢 你这个期限 期限的话呢 到20号不够15天了 至少需要延长到 延长到5月25号 但是不能超过什么呢 不能超过 这个竞争要约的 最后一天 你否则的话 你超过的话 人家这个B的话 也没机会了 所以不能超过 竞争要约的 这个最后一天 这是竞争要约的话呢 跟前面讲的 完全一样的 听过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第十条 以要约方式 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 收购人应该公平对待 备受公司的所有股东 公平对待 然后第十一条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 收购人披露后 到收购期限接盘前 是不能卖出 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第一个是不能卖出 也不得采取 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 和超出要约的条件 买入 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这点跟前面讲 上市公司的收购 完全是一致的 然后第十二条 在收购期间 被收购公司董事 董事的话不能辞职 讲过吗 跟上市公司的收购 完全一致的 然后第十三条 在要约收购期限 结盟结盟后 两天内 收购人应当披露 本次要约收购的 这个结果 两天的时间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但这种点 到底两天三天 真记不住就算了 因为你记这个的话 还不如把主要经历 看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冲突 这是要约收购呢 那么这几个点 要搞清 然后后边的问题 前面说过 如果是部分要约 有计划 按比例收购 就可以 但如果是全面要约呢 别人想外 一笔百分之百的 都得买入 这才可以 再按第五条 要约收购的 职务方式 所以这个考点 我个人认为 应当是三个型号 或者四个型号 这大家必须搞清 因为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收购 是去年教材新增的 去年并没有出小题目 今年的话 如果考一个小题 不管考要约收购 但要约收购 主要盯住什么呢 跟上市公司 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是那个15天 和两天的时间 但这个支付方式 做方式的话 这个考点 是非常重要的 像第一条 这个收购人 他可以采取现金 证券 现金加证券的方式 来支付这个价款 整个人需要支付 30个亿 支付方式 可以是现金证券 或者现金加证券的方式 然后收购人 他聘请的财务官 应当说明收购人 具备要约收购的能力 但第二点 这个收购人 应当在披露 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同时 他提供 以下至少一项安排 来保证 其具备履育能力 就至少提供一项安排 这一项安排指的是什么呢 它是三个 三选一 你至少提供其中一种安排 来保证什么呢 我收购30个亿 我是有钱的 钱是够的 至少提供一种安排 先看呢 这个第一条 第一条呢是 这个需要呢 履育保障金 将不少于收购总价款 20%的履育保障金 存入 存入几种结构 这块大于等于20% 需要存入什么呢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 指定的银行 等于进入结构 就履育保障金 然后这个收购人 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的 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的证券 来支付收购价款的 前面的话 拿现金 是不低于20%的保障金 如果拿证券支付 但这个证券前提什么呢 它是以在中国证券登记 阶段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的证券 来支付收购价款的 在披露要求收购报告书的同时 将由于支付的全部证券 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办理全属变更 或者是锁定 也就是说 如果拿这个证券支付的时候 所以这个证券呢 前提是登记的那个证券 它必须是全部的 全部的话锁定 才可以 现金的话呢 是不低于20%的 这个保障金 这是呢 第一项安排 三选一 后头还有两个 但第二点 是银行等集中机构 对于要约收购 所需价款 出去的保函 你不需要30个亿吗 它如果工商银行 赶紧出去了保函 这是可以 然后第三个选择 是财务顾问 他出去的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的 这个书面承诺 要财务顾问呢 他给你出具个书面承诺 如果到期 他不支付价款的时候 财务顾问承担 连带责任 他掏钱 这是关于 他进行药预收购的时候 这个如果需要30个亿 他需要提供一个 至少一项安排 来保证什么的 他是具备履约能力的 你不能说你在这 时间缴和 最后你钱没有 怎么去处理 所以这个三选一 这三个 三个安排 他需要搞清 再问你三条 这个收购人 以这个证券 来支付价款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你本来收购 这个公众公司 需要30个亿 那现金好书 说那证券支付的时候 应当披露 该证券的发行人 是证券的发行人 这个最近两年 经审计的财务快据报表 和这个证券固执报告 并配合备售公司 或者去聘请的财务 独立操作顾问 做的禁止调查工作 是发行人 最近两年 经审计的操报表 还要提供这个证券固执报告 这个规定大家搞清楚 这是拿证券支付的时候 你那个证券 你不管是股票 还是债券 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 需要提供的证券的发行人 最近两年 才有报表 还有这个证券固执报告 在第四 他如果收购人 以这个位在 中国证券登记阶段 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的证券 来支付收购价款 这么处理 如果你拿证券支付 但这个证券呢 是一个破证券 他没在 中国证券登记的 有限责任公司登记 这样别人就不知道 你这破证券值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必须同时提供 这个现金方式 供这个股东选择 并详细披露 相关证券的保管 送达股东的方式 和程序安排 等等 因为你这破证券 破证券的话呢 说怎么去保管 怎么去送达 等等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搞清楚 这是呢 支付方式的问题 这四条放一块 给你考一个单选 或者多选题的时候 在校会 讲到这儿呢 这个考点 就讲完了 第九单元 就讲完了 整个第七章到这儿呢 就结束了 这个第七章的话 尽管好多考生 一直坚信 说这是最难的一章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一章 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 在复习过程中 大家还是呢 按照几个原则去复习 第一个原则 是本着轻重换急 优先把哪块搞清呢 第一个是上市公司 这个收购 收购和重大资产重组 这个收购重组的话 这肯定是考试的重点 收购重组 这个需要此境备嘛 更多的是需要准确理解 比如说 重大资产重组 多大算重大 重大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三选一 三个指标 三个百分之五十 玩到其中一个 就搞成重大资产重组 这个重大资产重组的形式 各种各样 其中有两个特殊的小考清 第一个特殊的呢 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比如说讲到旺科 它可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它不一定引起控制权的转移 如果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时候 需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呢 它这个发行价格不能低于多少呢 发行价格不能低于 它可以是二十均价 六十均价 或者一百二十均价了 百分之就是发行价格 然后第二个呢 是锁定期 锁定期的话是十二个月 和三十六个月 什么情况下 三十六个月内不能转让 当然还讲审计报告的问题 这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然后第二项顶住 什么叫借口上市 借口上市的话呢 前提是控制权发生变更了 然后呢 什么叫构成借口上市 它用的时间 是从控制权发生变更之起 在六十个月之内 有下来情况之一的 构成借口上市 它的标准是七选一 最后两个如果不管的情况下 是五个指标 五个百分之百 是构成借口上市 如果构成借口上市了 它需要满足的要求是什么 但需要盯住 如果借口上市 同时又涉及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像那个顺丰 借口上市 它就涉及到 同时涉及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需要盯住什么呢 还需要满足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相关规定 然后这个借口上市 它只能针对谁借口呢 针对这个主板 和中销板上市公司 还能借口上市 创业板的话不行 所以它需要满足什么呢 在主板中销板 首发股票的条件 是什么 特别那个财务指标 比如盯住 那么三千万 五千万 三个亿 百分之二十的问题 那几个数字 小搞清 然后第二需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这个 上市公司 及最近三年内的 这个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 不能存在 这个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 连调了情况 用的是最近三年内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而第三个条件呢 是上市公司 及现在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最近十二个月内 不能受到证交所 公开谴责 等等 这是考计核上市的问题 首先把基本的问题 搞清楚 而且翻来覆去 我们讲到 如果是顺丰 计核上市 那个案例 是不是搞清楚 就是收购 跟重组 然后 这个第二块呢 大家需要盯住什么 盯住的是 关于 这个内幕交易 和这个虚假陈述的问题 这是必须搞清 如果考的是 这个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呢 他的行政责任 怎么去处理 然后民事赔偿责任 怎么处理 将民事赔偿的时候 需要盯住什么呢 他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将因果关系的时候 他的实施日 那个记录日 如何判断 叫他是不是构成因果关系 如果构成因果关系了 需要赔偿 将赔偿的话 什么叫无过错责任 什么叫过错责任 什么叫过错推定责任 大家比较清楚 这是虚假陈述 再看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的话呢 第一个判断 他是否属于内幕信息 然后哪些属于内幕人员 第三个 哪些属于内幕交易呢 可以考到在敏感期内 敏感期内的话呢 如果跟知情人员 联络 接触 或者他本身 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 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员 在敏感期内 相关交易行为 明显异常 有没有正当理由 就构成内幕交易 所以这个虚假陈述 跟内幕交易的问题 这大家必须搞清楚 你说考虑 然后第三处的话呢 这需要盯住什么 这块千万不能放弃 他告诉你一个上市公司 他的财务指标 有财务指标的情况下 就要告诉你 这个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他实现的 这个平均的 可分别利润是多少 可能利润的话 平均的如果是 这个一千万元 这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实现的平均 可分别利润 然后第二个告诉你 这个最近三年 其中有一年亏损 或者告诉你 这个上市公司 他净资产的话呢 是十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高级相关的指标 无非的话 你需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那几个 融资方式 第一个呢 是关于配股 配股的话 对原股东 配股 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 能配股吗 配股的话 可能不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像配股 必须满足公开发行股票的 一般条件 最近三个快年度 连续盈利 所以配股不行 然后第二个 增发行不行呢 这个增发的话 也不行 那增发的话 满到十加三 还是满到公开发股票的 一般条件 增发也不行 然后第三 告诉你 非公开发行 行不行 非公开发行股票 就算出现亏损 跟这个关系吗 这个没有关系 这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可以 然后再看一下 如果发行债券 债券的话 走门一下 如果是一般的公司债券 行不行 如果发行可转债的话 这个行不行 也就是说董事会呢 他拟定了几个发行方案 问了这个相关的发行方案中 有哪些不符合规定之处 不用什么理由 这些问题如果真考到了 真是白送分的 所以这些融资的问题 他的融资条件 大家必须清楚 但是还可以考到呢 这个关于这个公司 他审计报告的情况 如果 他说这个2016年的审计报告 被出去了否定意见 审计报告 如果审计报告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他现在是2018年的40份 准备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行不行 如果申请配股 行不行 可以靠审计报告 或者考到什么呢 考到 这个最近三个跨界年度 他这个家庭平均 精彩收益率 平均的话呢 是5.6% 高你收益率水平 然后哪个跟收益率有关系 哪个没有关系 等等 这些问题的话呢 你按照这个思路 真的做不清楚 一说 一说5.6% 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配股没关系 跟增发的话是有关系的 然后呢 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债券 如果是普通的公司债券 跟收益率的话没关系 但如果是可转债呢 跟收益率就有关系了 但是可转债还需要分清 如果是一般的可转债 肯定不行 分离交的可转债呢 既然5.6% 他就要追加一个现金的问题 或者说审计报告 马上想到 到底是最近三年的 还是最近一期的审计报告 像这些问题的话 大家无非再拿出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他们前面总结的这些 审计报告的问题 什么净资产的问题 帮你总结过吗 都画过这个图 你自己需要怎么清楚 但这个第四块呢 是关于这个非上市公众公司 咱们总结过 对于非上市公众公司 什么情况下 他不需要中国证监会来核准 他考的这个题目的时候 跟这个上市公司 什么情况下 需要中国证监会核准 这个相结合 就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问题 这是这个非上市公众公司 当然在结合 收购的问题 毕竟是去年新增的收购 去年没有出题 今年考小题目 比如拿现金支付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 拿证券支付 证券还需要分清 如果是好证券 指的是登记的 好证券 怎么办 如果是没有经过登记的 那个破证券 来支付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像这些来搞清 但毕竟那是小问题 第七章这七的 这三大块 好清楚 搞清之后呢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马上看第八章嘛 注意第七章听完之后 真的想别使用 往前跑 需要把什么呢 把吸体班 听完 咱们吸体班的话呢 会讲 三块 第一块靠点扫描 这个比较简单 要第七章 是你发现 没有什么要解释的东西 你记住了 就差不多了 然后第二块 是历年真体 真体的话 咱们上课呢 会讲十六个真体 一说吧 你这个十六个考试真体 如果做得非常熟了 指的是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它进攻的是什么 怎么去防守 把这个真体的话 大家自己去做一下 做完之后再停课 效果要好得多 到后边还提供了六个 这个立体 总共呢 我们实际上22个题目 把这些题目的话呢 如果搞清楚了 实际上第七章 最核心的部分 就差不多了 通过考试 差不多了 但是不要忘了第七章呢 实际上 你要想分数考的 特别高的情况下 不要忘了咱们有些东西 上课并没有讲 例如讲到呢 这个往上又往下 同时发行的机制 上课只讲了其中一小部分 发行机制呢 万一处的老师就给你考一个小题目 所以这往上往下发行机制的问题 有时间再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上课 我们详细讲的 说关于这个 根据上交所的上市规则 这个上市公司 什么情况下 需要暂停上市 什么情况 终止上市 有更多的数字 为什么上课没讲呢 我是希望你首先 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 咱们说的三大块 真正搞清楚 如果都会了 22个题都做完了 觉得第七章真的复习差不多了 可以去看一下 但如果真没时间 可以选择战略放弃 所以我们上课呢 有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我并没有强迫你 说必须不看 老师也放不着强迫你 是建议大家呢 把这个上课 咱们强调的这几块考点 然后这些典型的题目 真的做完 做完之后再看第八章 讲到这的话 第七章就全部结束了 这是第二章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 有点